- 反正今天的一個交點之戰 我感覺應該就是第一梯隊的三個隊 IGV 老幹列和CDC 他們如果碰到的話 現在應該是一個更多的位置 可以看到有些其他朋友的同樣的朋友 把劑部給你拿出來 我還要給你一塊錢 我還有一個可以做個較常的 我還要給你一些 我還要給你一個人 就這樣看著我 我還要給你一些 我還要給你一塊錢 那我還要給你一塊錢 我還要給你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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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个比赛延迟还蛮长的 他是刚开嘛 所以说进去一般要等个两三分钟 大家别带九层节奏了 九层也蛮不容易的 画面 就这个FTD的队来说吧 应该是一直在亏钱的 真的 这个FTD组织了那么久 基本上 基本上是一直在亏钱的 要给队员发工资 找基地 租房子 对吧 又没有接到什么赞助 这个比赛是线上还是线下 这个比赛是赚钱是赚了 但是别人花钱做多他的 这几年 TI阅选好像都是线下的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变成线上了 以前我记得都在华西村嘛 金牛 去年是线上呀 去年不是吧 华西村吗 前年 华西村最一年 有一年是华西村 就一年 TI4那年 那一年好像我都在我记得 一年是华西村 去年还是在那 前年 前年是在上海 那年我好像都在 我们不是参加了吗 那个BTI4周宝龙去华西村结束了 6B拿到预选冠军 TI5我们OB射过去了 对就在那个在上海的加星吗还是 对对对 TI5我们射过去了呀兄弟 对我们射过去了呀 拉个里巴基 一级船管 什么 狮王独龙好像是 讲到底TI5还有我们的身影呀 我操 天 呵呵呵 TI5碰到了 一后五和CDC 打击波 二十一后五和CDC 挺厉害的呀 不丢人呀 今天听到那个亚军是吧 是吧 说给他们也不丢人呀 还剩五秒 请老干爹战队禁用英雄 请天徽方禁用英雄 小强 还有个夜魔 这两兄弟是目前来说被搬得最多的 现在必须就是夜魔小强发条这种 前面 主要是这三个兄弟打中度那个核心 力那都厉害 感觉现在打老干爹好吧都要办一手兽王 好吧老师一个兽王是被尊重了 尊重一下 对 不见得那两场兽王 选择英雄 很多队都不敢放了 老十一的兽王 传说中的 多操 感觉这把姚老弟会来一手凤凰好吧 打是打的好 兽王这个英雄他打是打的好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那种非半的地步 你可以想 姚老弟的兽王 我觉得姚老弟的凤凰是可以尊重一下 他的凤凰 可以抢的 有什么凤凰 这边可以来一手 他的凤凰是要比别 凤凰打Coco挺好打的 对 刚才姚老弟玩的是什么来着 草满 草满 姚老弟最近状态有所回升 你们犯下 草满玩的也不错 刚才拿一把 状态有所提升 他拿个L的好 备用时间 冰鱼 这版本 好吧 冰鱼的英雄 冰鱼的英雄 冰鱼全能 但是有冰鱼的光 全能还是挺爽的 好吧 祝福呀 而且全能克 克船长 克全能 昨天还有一个队打 打了一个什么 冰鱼亚巴盾那场 赢了没有 赢了呀 赢了呀 赢了 打全能好吧 还是要处理好他的线上 是吧 这个大哥 优势的大哥 不能选线上太弱的 我感觉 这只可以直接来手蚂蚁 昨天我们是结果老干爹 是用了剧毒和女王 剧毒的效果好像更加好一点 对 剧毒打全能 压死 蚂蚁其实压不了全能 压全能 压全能的好吧 我推荐两个 剧毒 电棍 大拍 好吧三个 核心这三个里面挑好吧 一会我们可以 都是爆中爆 反正打全能 你只要线上 不让他 不让他束缚的战线 这个英雄其实打到中期 声音并不到 也就是说全能没有经济 也就没声音 有经济的全能就有声音 你别让全能在线上补刀 他这个英雄就那样了 全能打很多 很多carry他都能压那种 那还 还有两个好吧 剧毒和电棍 剧毒的话对面 咫咫咫咫也是王的 这还个蚂蚁吗 这只只 老干爹自己要把蚂蚁 真的压不住全了我告诉 蚂蚁压不住全了 自己把剧毒办了 专专专业一点 剧毒可办 这是玩的呀 昨天不是玩的一把剧毒吗 神装剧毒 他把他留马活 不知道怎么输的 撒蛋呀 最后面出来个撒蛋 然后用的没用过就死了 然后寄了 昨天那把他们被翻盘好寄 也蛮伤的 他们不被翻他们现在 排名要上好多 不过不过那一把 他们输完之后也是总结了呀 接下来第二把就是 卧槽直接三四个人买活 今天是孤独风中一匹狼 还是一匹马呀 四狼还是马 两个状态 萨满 萨满也算是一个压 这种三号位比较强力的酱油 热门酱油这个事 我发现现在四五号位 萨满的船长非常火 主要是萨满这个英雄挂三号位太狠了 别的酱油没那么厉害 他普攻屌 又能绑 又能垫 对他绑电输出都高 普攻还输出高 都高 阿姨我们开这边应该就是 剧毒电弓二选一了 大哥 然后 老干爹这边 小那家 请老干爹战队挑选英雄 老干爹这手不好插好吧 2 5 6 1 4 5 4 4 2 5 2 5 7 打炸 以后我们可以这手拿电魂啊 没毛病啊 也不及这一手 这手可以考虑点个电魂 电魂是很好用的 但是感觉老干爹也不会拿电魂这个英雄了 他可以先点一个酱油 比如说 他能选的酱油太多了 最好就是萨满萨满被绊了 随便点一个酱油 配船长的就行了 然后再点个电魂 配点操 怎么样 土猫 傻电魂 直接点电魂了 拉比克还可以啊 偷全能的技能 拉比克可以啊 保哥说的拉比克确实很不错 全能的技能都是神技 无论是魔免加血还是大招 没个不爽 没毛病 还剩十秒 还剩五秒 这把看上去又是没必的一个中单巨模 肯定是中单巨模 不够有时间 AME AME的什么呢 不过这把有全能的套子 没逼这个出装 就挺厉害的呀 不用过早的出比克币 这突然就被吸攻了怎么办 吸 霸死他呀 晕到死的呀 晕到死的 你没事晕得晕得没攻击了 英女SK双酱油大哥长一手 什么英雄大哥打电魂好打的呀 法系爆发 KOP这种 不不不 电魂可以卸服哥 这里就不懂了 所以我在想呀 所以我在想呀 法系爆发 电魂怕KOP怕克这种 我是觉得 我只知道电魂很怕酱油死灵龙好吧 他很怕酱油死灵龙吗 以前很怕 帕克 中单帕克三号位钢盃 一屁牢的帕克 看得出来这边 以后我们可以还是蛮注重心上的 我记得以前打电魂的时候 死灵龙加黑龙卧槽 没有这一把帕克让我想到了昨天那一把 一屁牢真的会玩帕克 他昨天不选 他昨天想帕克就赢了 他帕克很厉害的 他昨天那个女王是帕克多爽 女王跟剧毒不是同一场吧 女王跟剧毒不是同一场吧 女王跟剧毒是同一场吗 女王跟剧毒是同一场吗 不是同一场 那这么说的话 女王是 他能多一两场啊 两场 他多一两场下来 那现在是第一梯队的队伍啊 他本来就是有的 他有这个实力 可以这么说 他实力是有的 就是没打好 他有这个实力 而且他这把阵容也拿得很好 我是看好他们阵容的 这尸首的话 那么最后再随便补一个 诶 拉比克被搬了 补一个小空间可以了 萨尔 拉比克上版是最好的 拉比克上版被搬了的话 我感觉最好是带空的好吧 我感觉最好是带空的 萨尔痛苦之源 痛苦之源也很好用 痛苦之源可以 完了 我是觉得萨尔并不是一个控制 萨尔并不是一个控制 萨尔并不是很好 有全能在 萨尔并不是一个控制 痛苦之源配搭的阵容 打到后期 减聚魔的攻击力 配合电魂 那他这一四手是不是 点拉比克比帕克好呀 痛苦之源比拉比克可能还要好 只要他们会玩 线上的话一个碎 全能的水 这把痛苦之源还可以 因为可以看到老格列啊 他们的打断 只有S可以一手戳 兵旅打团很难 就是一刀 那个痛苦之源的 他们打断 只有S可以一手戳 痛苦之源是很好的 全能谋面可以拉大 然后可以线上碎 配船长的水 压人 一个碎 电魂开始抽攻 抽满攻 船长一个水起来 直接打死 而且他线上配合电魂 电魂厉害呀 是吧 碎柱抽攻 船长一个水 全能就死了 开麦吗 开了呀 开了麦 开了麦 你不知道我说话吗 雅哥 停了停了 这边不论的call 不论的量 来恩 没有痛苦之源 还行还行还行 主要是这一把 一homek 他们线上大哥够强势呀 电魂 你home的k 这种还可以的 这边amv的大哥 感觉这首大哥不好补啊 要补有法系爆发的英雄 可以想一想什么是法系爆发的大哥 那就是飞机了呀 NEC 我操 其实我想到了 但是 其实我想到这个英雄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英雄的法系爆发没有那么高 我后面还想了一个铁 这个英雄很怕puck呀 他是把NEC拿得 就这样吧 我感觉 但是是个双奶组合 秒电魂的话 打到电魂半血他可以接个打 他这个阵容最后一手不好点 他得点有法系爆发的大哥 不是法核 你妈很难打 但是这回NEC 点出来也不是那么好打 就看中期NEC配有全能的双奶 能不能打团 打过一空不可以 打得过还好 打不过基本上技能 这把 NEC可干杯 道上有一个说法 老干爹主要是团战的时候 全能的技能一定要到位 要救到人 不能让这边什么puck 来人直接秒人 对的 全能和NEC双奶 全能的技能太关键了 这一把团战 好难肥 对吧 打那个电魂 他们这把老干爹的阵容 需要有一个人出 纷争面杀这个道具 不然我感觉输出是不够的 NEC啊 NEC啊 NEC也可以出这个道具 加假 NEC缺假嘛 而且他前期 顶两个挂件先上也厉害 请做好开战准备 他这个出装是 这个出装 是腰露出装 鞋垫 吃素大腰配芒果 满腰的 很腰 这个芒果 哦 魂剑 魂剑 魂剑出血 这边我们开始开雾了 想拿医血 后手雾 感觉宝哥解说好专业啊 那肯定啊 宝哥是我们这边 解说比赛最多的 专业 看得多 就知道得多了吗 OB最出色的解说 这个 snake 没有没有没有 国内国外大小赛事 宝哥 瑞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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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封哥来讲 封哥读这个英文读得 很有喜感 操你妈看不起我 你个老地龙 在在在在 刚才关麦了 我们洗澡去了 我麦了呀 刚才没开麦 这边老十一是鞋子出门 是吧 打电棍一定要移速 不然的话被他抽弓 你就跑不掉了 对 登登登登登登登 我看一下这一把 他的这个酱油量 对于全能的压制力到底够不够 如果不够 这个浪就点的肯定没有痛苦支援好 因为痛苦支援是 我感觉是可以把全能给压死的 这边强 强 强行够兵 断兵 凌势断兵 实力断兵 变魂没血 这个船长为什么不挖过来 哎呦舒服 感觉挖过来 水一个有机会杀 三个人炸他已经翻了 老十一 都帮中嘛 有一个说法 我去帮中了呀 你不能怪我呀 老十一 全能就很舒服呀 这就是老十一 是吧 他没这波兵他炸了 他有这波兵 我操电魂炸了 而且他可以把线搞过来 看全能这个兵 他是勾到了二塔 电魂少一波兵 然后他这边疯狂的正补反补 少波兵呀 电魂少波兵 电魂少波兵 这波兵不能让全能勾到 起飞 这就是老十一打三后位 奥路多的地方了呀 他很喜欢断兵的 老十一打三 他有判断力 你知道吧 刚备 刚备中 这波兵 两层三层 赐起来 还是顶不中 哦 哎呦 兵女差点被弹死了 找一弹 昨天玩的什么 有一把对我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忘了 大 人马 是不是人马 咬老弟 被雪起来 被令城单杀了 咬老弟刚也是被 状态打得有点残 是想拉野 还是想干嘛的 被令城给击杀 我才发现这个兄弟 是个绿鞋 NEC 绿鞋占股流 哦哦 这兄弟昨天玩的把虚空 我操 扎心 就是那个三后位 我们觉得他 会很肥 打蚂蚁的那个虚空 又断一步兵 走呗 地驴 反野 感觉老十一 这个猎术混献技巧 是好呀 你看他混的风生 水 双倍伤害 练魂都压不住他 他想拉野 要勾兵了 风生没接触 没有船长的话 不太好 还没脾气啊 你其实不该让他这么肥的 是啊 你选电魂就是用来打全能的 但是他不给你打呀 但是他不给你打呀 对他一直在勾兵 还讨厌的呀 这个电魂 不给你打了 电魂好烦 又够了一波 他这一波 电魂又杀勾兵了 现在电魂才六个刀 这边船长被关了吗 一个人 两个 还有TP 还按嘲讽 跳舞 我记得龙神很喜欢这个跳舞 很帅 因为那天我是看那个在玩船长 他只要 操作一好了 打到人了 他就会按一下嘲讽 特别帅气 所以我在模仿 哎 马克波过了 有没有机会 那边是水了一下 帕克有波了 有波了 没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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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逼到 这个波有点相应了 孤独风中 一匹马 一匹马 但是这个波确实也有不好 这个波 他的位置是没错的 这边想法上 鱼模 一 一辰 推起来 帕克 不走 帕克也要死 还有个车 等一下 有没有 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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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 拖 起飞 全队也起飞了呀 现在的话前期这边一homek 线上是 有点小力了 看到目前为止 只能说老干爹状态可以呀 今天 老干爹昨天状态也可以呀 我的 这个兄弟 am1 他本来想出绿鞋 现在又出香味 文艺是一部好出绿鞋吧 都敢出了吗 他刚才是把绿鞋脱下来的 文艺出绿鞋还是有点蛇的吧 不接呀 一号位大哥出绿鞋 我操传出去都不太好听 我打路人碰过一把am1 他玩的一起 他出引刀的 推特有引刀 他是路人吧 他比赛他赫不论 左标记 给 这个船长兄弟 他真的他作为一个四号位 他前期的节奏挺好的 这个兄弟的节奏是挺好的 他有强队四号位的风范 我感觉 他玩的发桥 他玩的突出 包括现在的三小 对 他的四号位前走是可以的 他打得出强队的风范 我感觉他 游走啊什么之类的 感觉的存在感很强 一直在跑 对对对 又来了中路 又是阿连 又踢了一个蓝 踢了一个人 对一波没必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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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药 没蓝药 好热 没蓝药有点尴尬 好热 输出有这么低吗 好肉啊 对我感觉输出好低啊 被关了 他有狠类 他折子有狠类 不是被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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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加了一颗血 这样的话 没有压住这个权能呀 这个输选的蛇了呀 没有痛苦组员好 起飞了 老四一起飞了 而且老四一还在不打野转 这样的话他肯定崩不了 他已经飞了 整机非常高 飞了飞了 这里吗输没有压住权能的话 电魂就很尴尬了 但是得不说一下 刚被困的好像也挺好的呀 五级了 电魂才23个补刀 应该是被全能拖了两波兵 少了两波兵 对对对 五刀中 两波两波 再一个戳 没水 三不死三百点点 帕克先攻下服 被兵女一掉 点一黑 妹姿加点 我能玩 你不能玩 全能 诶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今天的比赛 会不会打到后面几场 游戏队根本就 赢不了了 肯定淘汰了还在打 那肯定要打呀 肯定也都有呀 那肯定要打呀 你不能因为赢不了你就不打呀 这肯定以后谁要进你啊 不是职业选手呀 就看什么心态打了好吧 狂狼补馋 来啊 谁是黄雀 直接带走 最后拿个内侧四个人 床长 不敢充卡 怕肯定是没有带TP啊 这边NC 是要做个狠借的感觉 天辉中坛 正受到攻击 对今天有可能还会打加赛 加赛 加赛489 高阻 感觉这个全能等级高了 剑魂也压不住他了 两级的减速和三级的加血 全能这个加血 我现在老师 老师12点攻也能补刀 诶 把他把这个死啊 诶 把他把这个死啊 诶 这边杀了个雷达 发现侧面有人 补刀斧的话就等于有四十多点攻 补刀斧很精彩好吗 补刀斧就等于有四十多点攻了 对 诶 这边直接冲塔 来 接口加血 这边有T 走过来 哦 差了一点 不要接 不要接 加个套 别掉 船长还是蛮安全的这个 还要来啊 加科学 杨祖 得久不分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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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封中一匹马 什么什么杀的呀 巨魔还能单杀帕克 帕克被巨魔单杀 看你妈四级被动难道出奇一下哦 大力出奇一记 这就是没必厉害的地方了呀 这就是满机晕晕两秒的那个呀 四级被动大力出奇一记了 应该是帕克拨了一下兵 然后去摩蹭他拨CD的时候 上去一个减速加近战 晕晕晕 肯定出晕了 不然我感觉怎么都打死 打下不了 谁要这种局型能杀呀 马哥 我这里都在说马切上路在冲塔 肯定去上路呀兄弟呀 不能刷马切呀两边同时才打 那我这里的小僵士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两边同时打的时候他们一般不刷马切 来这边是SK兵女卡利波物想干下落 反正沉迷了吗 想杀 想杀刚被兽 挑战NEC 要防成迷了 要防成迷了 SK 罗王 亲戚刚被 拖一下 这个NEC卖过有卖的好果断 他们不带呀 M1怎么不带呀 M1这波 M1他对象怎么对卖了 队友全卖了 这NEC好码 好码 不过我感觉啊 这一波如果N1上 他被电棍超攻击他要死 不不不他直接给 绝对要杀的好吧 刚才是 刚才是怎么可以 不然他就把两个叫又卖了 刚才怎么打 这是绝对要杀的 不可能爬的 他可以先手打大控制 再SK刺 再SK刺 我去看老十一了 老十一他妈不让萊恩普6 好过分 冲到阿塔去打他 诶 兄弟们叫有人叫死 我刚好鼠标一飘就飘到了 但是有一句说句 还是刚才应该杀杠贝的呀 他牵手大把杠贝定点 SK接个刺 是要杀的 讲道理的话 那个杠贝是必须要杀的 不然他就把酱油卖了 酱油心好聊 道理要讲的 被单杀是因为电魂 你们RV失误了 太过分了 偷血打野 老十一的话是把上塔占拿了 老十一 这边 没人呀 下子应该是下一下干不上 这电魂奔斗了呀 死了两次了 只要那个全能没压住 电魂就更好玩 全能打得就有点不开心了 这个版本你的三号位如果没压死 大哥是肯定玩的不开心的 这才好比周天阿爸去扣 对对对 你把三号位压死了 三号位压不死 三号位压不死 一般是酱油的过号 酱油的问题一般 大哥就崩了呀 但是他一级勾兵 蓝人怎么办呢 蓝人也搓了呀 蓝这个英雄就这样了 把船长叫过来呀 对 船长你妈比先来上路呀 船长用现在的 惯性打法去中路帮忙了 我操 如果你了解老十一的话 是大 不是 有说法吗 好生气 好生气 老十一 大同学 三号位压不掉 炸了炸了炸了 这个上路炸了 这个上路炸了 好生气 上路炸了 这个好生气 马了个B跟他跑 哎呦 跑不掉追不上呀 这个上路炸了 个都被死 要被全能欺压了 我敢不 来 只能说前期的大招真的很珍贵 一级大招CB太久了 2分钟 上不了死 没币好飞啊 感觉要偷盾了都 这个全能已经比电魂的金币都高了 三大哥都很飞啊 现在老干爹是 没币没币 把这金币装的过去 来这边电棍 我给你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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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魂感觉到有点不对 小兔 我操 好细枝枝对吧 好惨啊 三千九经济的电魂 我感觉这兄弟不想玩了是吧 已经 有点想退了 乱不动了 我还是那句话好吧 酱油拿痛苦支援 这个全能混费 不是啊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打DOTA打了多人就会知道 什么巨魔跟PAC中单打 下路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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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诶 風哥 風哥風哥你學到了嗎 那個NEC他是開了二技能之後再掐到魔棒和一技能 風哥知道呀 他只是沒玩過不熟練呀 這個兄弟 這個事情不是我上次吃飯的時候跟你們說了嗎 水友教會我了呀 不是 這是上次你的水友噴你 技能吃魔棒從來不開二技能 從來不開雙倍回復 對呀 但是我上次說完之後我就知道了呀 上次水友就教過我了 我學到了呀 你上次就學好了 上次就學好了呀 學東西還要學兩邊不可能呀 OK 下次再看空哥完成一陣 可以加速服 旋律醫師 看了乾杯了 哇操三 乾杯這位空 旋律可以敲兩空 哎 哎 這這邊是密碼的 還沒到 這次也有 這邊是密碼的 還是 瞭掉了 瞭老屁 這邊一口加局 哇操得了 乾杯 哎 電鍋 但是有加速 一個全能 他媽的 跟個身口一樣 跟個身口一樣 一個全能 哎 魔棒 看出打得 哎呦 這全能 這這這這這有點生氣呀 打得 隱身無敵嗎 打了好多技能啊 這一波 哦 現在全能厲害呀 強勢7呀 全能的 NEC這個英雄大魔棒必備 哦 感覺 雙倍回復 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強 NEC二技能之 哦 他是挑戰之後 還是在跟一個推推 打電魂嘛 推推棒沒毛病 好吧 NEC二技能 隨便已經跟我說了很多了 開了之鍋 開了之魔棒 大玩人頭吃 開二技能 好吧 都會了 都會了 好菜 反應誰也不會開二技能 一次學會 全部學會 哎 一數 還要殺嗎 輸出應該不夠 輸出應該不夠 哪一口 NEC 一個打不死 打不死 打不死 肯定打不死 剛被著背對著你 你要打臉 打不到臉吧 我有點勉強 這一波他就是 他已經覺得殺不掉想走了 但是他看全能還在追 他又不想說 又不想被說 哎 這個團長一個忙碎碎到了SK SKSK 大拙 一個雙拙 想TP 這個團長其實還是挺到位的呀 這個團長 沒毛病呀 這把 到位 SK的內心是絕望的 9比9 打掉了盾 感覺進入妹B的個人節奏了 那把把把怎麼肥 把肥 反而是 沒必就把BKB拉得比較早 已經把BKB給拉下來了 對 他平時也是這個時候拉呀 除了有一把全能 有一把 出過三四嘛 有全能那一把 把這個電魂式起出來了好不好 這英雄刷錢好慢 他有一種打法刷錢快 像我飛血點睛 之前的電魂是飛血點睛雙刀 走得快跑得快 但是這個電棍是一個都沒有呀 他聽不聽 飛血點睛 但是沒飛血點睛 要飛血點睛的電魂這個音 但是他這把太窮了線上 沒法出飛血點睛 我覺得他有一種說法 他這把隊友是冷挺的 你看相對 是可以考慮出點睛什麼 無腦帶線的 你看像帕克的東西 冷挺不中心的 他窮啊 他可能是因為 先看下面 解掉 他可能是因為全能噁心他了 他想出點裝備跟全能打 不是 他可能想羅 他要是羅點睛可能會被全能給殺 你知道嗎 他不出相位 他跑得太慢了 他不出相位 可能會被全能 單是阿罪者打 這邊是出了一個阿托斯 沒有出推推 你比較控制的不足 好吧 你做引刀了呀 裝備獸 阿托斯 阿托斯進步 這邊 沒必 然後了 沒根呀 沒必 沒根了 打個列個一波 吹下 天輝中塔 正受到攻擊 阿托斯跟ECS 首先是挺搭的 搭配 二十點智力 十五點力量 全是他需要的 看下 看一下 一加托斯 床城 追他 沒法 給他 被海基因 這邊 彈殺了 沒必沒血了 全能的全能很低 比你大招掩護 沒充了嗎 電魂 沒必 被賣了嗎 一個戳到 沒必被賣了嗎 一個戳到 到位 船長 SK 馬上扔出 兩道 水接了 巨魔 標記留了SK 關鍵 剛被賣的時候 唉呦 這個船長來你手船 好硬 這個鋼貝 這個兄弟真的到位 真的到位 把巨魔直接彈空血了 他那手船 再配上鋼貝的挑戰 直接NC一個大下去 沒掉血 他們等於說就是 被人家打了呀 這一波老幹爹 收 收 對吧 打完以後 寶哥又會 把我們都被賣 逼了 對他所有的說一句 收 石殺是誰呀 這把石殺收了 一直收個老幹爹 天天打完以後 關鍵麥要問一下 關鍵是我跟黃翔天天能聽到 哈哈哈哈 一直收個老幹爹死殺 哈哈哈哈 這一波打完可以看得出來 一鋼的這個陣容還是好打 還是好打 打團戰 這把就是電棍太窮了 打團戰 剛被賣 PAK電魂頭 後面打輸出 讓船長躲著放技能 這電魂只要成型起來 小樓 又是一個標記水長 水長 誰啊 哎呦 這個SK好 好場 欸 醬油 殺醬油 他 他兩百塊跳 這死了 又走遠了 這個令城 我感覺他是4號位的水平 已經到達頂尖職業的4號位水平 嗯 有了這感覺 有有有 抓著來 哈哈哈哈 他就不給你看 抓著來 看一下NEC 他分的時候也有 NEC我們看之後的話 他6點全屬性不要 點了一個 移速 10級力量不要 點了攻擊力 我記得那一把 攻擊力沒毛病 他王的劇毒也是加的移速呀 沒加經驗 攻擊力沒毛病 這個兄弟很喜歡加移速 他出門想出綠血加移速 發現相位好像跑得快一點 真的比20點移速都不如嗎 還是瘋哥說的那句話呀 移速就等於放我們效率 他背包裡面有個 有個鞋墊他都不帶的 拿出來了 拿的他很看重移速這個選手 這個選手他 他很看重移速的 那我覺得6點全屬性還是屌一點呀 我也加6點全屬性 但是每個人每個人的風格呀 他喜歡移速啊 你看他出的相位鞋墊 然後加移速 沒逼 看到了亮 帕克大大兩個 沒有隊友 要跑 沒逼 就下亮 又不到了 孤獨封鐘 孤獨封鐘一匹馬這把 要是刷起來 他的後期他是挺難死的呀 他的後期他就是一大量 他能大數好不好 看他是狼還是馬呀對吧 對面想殺他很難到 這個陣容 這個林肯基本上就很難死掉了 林肯大根 然後玲瓏心 他有carry能力的 他很難死打對面的陣容 基本上 對面想殺他 只要他自己不想死就死不了 我這邊沒B還挺B的 快BKB了 哇 我收下 夠留啊 ME 又出了一雙飛鞋 雙鞋 老幹爹轉速了呀 一速呀 還是那句話 一速 呵呵 上把怎麼出來的 上把我們 推了一下老幹爹 進攻性 節奏感太好了 我來開刷了呀 轉一下好吧 他這個飛鞋就是要開刷了 這個兄弟好喜歡一速啊 難道他 他的9000分 秘訣 移速 別開我 四人物 追求移速的話 把魂內 或者 把魂內 把那個魂界掉下來 換個鞋帶呀 NEC這個英雄我經常玩 我玩他的時候 我經常會 跑得太慢煩腦 真的 這個英雄跑太慢了 這個英雄 他媽的看著 你可以學一下呀 雙鞋 兩個鞋 跑得飛起 換這個鞋帶應該差不多浪滿了吧 看下位的時候 我分析一下他的打法 我一定會學 看情況吧 你媽雙鞋我還是 不一定會輸 有點流 總數這邊標記 這個主定法不太好 他 這個套 被賣了 冰女 加個套 套也要死啊 套也要死 剛被扛在前面 你媽 就殺我了 打團還是一封不可以厲害 他們這個剛被往前面一扛 只要後面有一個船長的船游 基本上殺不死 這個大勳章現階段 對於沒必來說 是比較克制的 而且有個問題 NEC這個出裝 他媽的說出來 跑得快跑得快 但是他的戰鬥力 其實是很弱的 他有個激波的戰鬥力啊 但是我跑得快 但是我跑得快 他就是一個大 他現在戰鬥力 就一個大 他的大還沒有分爭面 啥 青秋山後人 A M E 青秋山後人 老狐狸喔 跑得快啊 打起來就賣隊友 媽的哥哥 他有五千經濟師移速 差不多 四千四千 四千四千 其實有好幾波 他有分爭面殺 秒剛被都是可以秒的 什麼下路阿塔那一波 他有分爭面殺 都是可以直接秒剛被的 這被爛也是跳刀了 沒比 沒比 沒比提上 有中多嗎 他開誤了 開誤了 他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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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乾爹現在打團 打團 必須要切後排的 來跟那個團長 把這兩個秒的團長打 叫兵女去摟個頭 兄弟摟個頭 賣一下 不好吧 這一波電棍是更新的比克幣 所以說這波團還不好說 這波有的遭遇 能不能秒掉加油 這個船長 船長 阿托斯 船長被打暈了 船長 超過了 第一時間被秒掉 在這邊帕克切 SK SK 電棍這一波 是不是衝遠了 但是他有比克幣 秒了 電 秒掉兵女 一塊二 先秒掉了船長 還死了兩個人 打得更換一 既然是船長 他把船開出來了 醒了好久 現在的扣克是真飢餓容易玩 他的船裡媽定點放的可以 直拉達了 這也是為什麼扣克火的原因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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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撞暈了 關鍵時還可以把人撞暈 他可以只圓地放船 站的地方他都可以直接扣 船撞過來 而且現在電棍有BKB 打團只要抽巨魔的攻擊 這巨魔就輸不了 是的 電魂克巨魔呀 電魂克一切 可能這把加點是學得40點攻擊 沒有學生命 15級學得移速 沒有學護掌 那也是移速哥呀 出來了巨星 然後這個打盾了 打盾了 打盾了 我感覺 你要接啊 這一波肯定要接 電棍還有10秒BKB 可能這個加點 應該就是為了打電魂加的 加移速加攻 這一波感覺會出事啊 這樣打盾的話 真要出事 有一個 各邊的鋼盃扛第一個 他們現在處理不了這個鋼盃 好吧 完全處理不了 這鋼盃往前扛 誰敢打 電棍直接往一往 臉上一衝 這邊老乾淨就不敢上了 沒有大引導 真的需要個大引導 沒必有什麼把大引導給做出來呢 沒有大引導根本殺不了這個鋼盃手 但是這把先沒有大引導 又先去抓呀 這把沒必需要的裝備太多了 這把沒必需要的裝備太多了 真說 啥師太亞的 不然他打不到人 但是 現在他要處理這個鋼盃啊 他破鋼盃的被動 我感覺這段時間啊 老乾淨打團打不過一鋼盃 是打不過 應該不好打 NEC出的這個裝備還不去刷錢 他親戚不是這個位置的 其實他親戚在鋼盃的下面 這幾波打下來 其實一鋼盃這邊 自己上來了很多 我們看一下經濟草寶 現在路後只有200 經驗方面的我還領先了 一鋼盃打過來好多了 再帶個盾 一鋼盃是反而打盾了 一模這邊是更新的 散絲 老乾淨 這也是發洩了 不可能放了這個盾 防流 直接秒來 沒必被吸到攻了 沒必沒有攻擊 這邊打不了 電棍 電棍很強 沒有 全人開了一個大招 機魔被抽了100點攻 沒必被標記錘起來 沒有 電棍 電棍100點攻 有kkp me 好 意思是我去上了一个厕所回来翻屁了老干了 翻屁了 翻屁了 以後我們可以這種屌呀 巨魔是有點怕電光啊 很怕 他不是有一點 他是很怕 而且這一波第一時間 老幹爹是把這個藍恩給切了的 可以說是4打5 老幹爹是沒有人處理鋼貝 沒有人處理帕克 大哥巨魔還怕電魂 鋼貝也其實沒有人處理 只要巨魔被抽空了 電魂也處理不了 鋼貝殺不了 帕克殺不了 主要是EC沒站出來 只能說青秋山後人還是廢呀 鋼貝殺還是廢 好吧 要給他練時間 他這個裝備 你再給他刷一段時間 他也許會有聲音 好吧 現在肯定不厲害 那個作者一直在說青秋山後人屌 鋼貝殺後人是誰呀 NEC呀 你看NEC的裝備 他之前有個鞋墊的 他加點 六點全速性都不要 他要移速 他跑得不快呀 關鍵是 開巷尾很快了 他之前還有個鞋墊的 他還出了到巷尾鞋 對對對 他開巷尾有500移速吧 485 青秋山後人呀 追求極致的移速呀 這就是 追求極致的移速呀 這就是 他在做個瘋罩呀 他之前有鞋墊 但是現在鞋墊賣了 他的4000塊啊 投資在鞋上面了 這邊電棍也是更新了善絲 那是用來打死令法的呀 來打全能 應該是打NEC的 NEC開二技能的時候解掉 打全能也好用 交際電棍回去拉扇斯 這邊是想推呀 我們最後這一球戳到了 我們暈到了 我們暈到了 阿托斯 我們暈到了 這邊閃失了 兩條直接跳走 來了 有跳 暈到死 這也是帕克唯一的一種死法了呀 巨魔就爬關鍵時候 還好這個帕克沒吃這個NEC的防塵迷 乾杯 乾杯 有盾 你敢打嗎 敢不敢打 敢打不敢打 他想殺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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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杯很跳很跳 真的要打幹杯嗎 確定嗎 確定嗎 沒有DK 沒有DK 憑什麼打幹杯 幹杯時候還帶蹲的呀 關鍵是 他不想殺幹杯 沒B就是這樣 假裝動幹杯手 想偏後排出來 但是跟人沒出來 這邊反對一下 全能有了 給D了呀 感覺這打下去了 這一把送了呀 這一把 這一把 真是好解氣呀 誰知道他這把有多生氣呀 真是這個B 好解氣 他前面是 他前面好生氣 他前面好生氣 你別死三次 現在打到了一個10-3的一個數據 好肥呀現在 好能刷 九千分呀 九千分還是說他不想玩了 結果這B刷起來了 前面是我的 為什麼打幹杯呀 為什麼打幹杯呀 啊就我看了 剛才那個走位老幹 你確實不想秒幹杯 但對面 後排就是不出來 M1在出大根 他不是能B了 忍不住了 應該是 引到快到時間了 真的忍不住了 他為什麼在出大根呀 電幹杯 幹杯有挑戰 電電魂電魂有BKB 他電不了 他已經醉了 他已經醉了 他已經打醉了 不知道出什麼了 你知道嗎 什麼感覺都不好用 他這一把需要什麼 BKB冰獎 電魂 電魂 電魂奶奶 能吃出來了 誒 誒 傳錯過來 能吃出來 那這一波 這波 這波打不過了 打不過了 鋼盆都在這 沒必秀 快點 沒有了 這巨魔就是無敵的 誒 這邊黏住鋼盆沒有 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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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戰鼓再黏 開戰鼓再黏 黏住了 誒要打臉 發生泥 有沒有人買活 救一下這隻鋼盆豬 鋼盆豬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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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救一下這隻鋼盆豬 鋼盆豬 沒必我感覺發瘋了 快發瘋了 買了買了 你拉B買了 生氣了 買慢了 買慢了 鋼盆死了 還被發生泥了 找救 完了完了 第二層 第二層 找救 鋼盆不用死 在鋼盆第一條命死之前買活 感覺他們不敢收拾 最後老鋼盆打回來啦 學習 學習 0萬4加買活 鋼盆也要買我感覺 鋼盆可能也要被逼買了 不買上高了 老鋼盆又沒加什麼技能 再一次還比 每次吹下 吹這個筆進來 吹這個筆進來 昨天這段劇圖站起來 你媽B 立馬就爽叫 這個兄弟 他媽的不能 不能睡啊 這個兄弟 誰有說他是最在酒圈 我操 有那麼一點點道理好嗎 昨天他是什麼 吹了一下吹了一下 然後 吹了一下 吹了一下 然後吹了一下 劇圖玩得好 只要死一波就寄了 快點把人刺死的 讓不能滿 70秒 慢慢打這邊 老幹爹 你媽不會 不要什麼小技能的 慢慢打 C A到EC 整個鍋 表鏡了 抽攻 3 1 1 2 鍵魂 重臉了 3 2 幾個 兄弟十零四還可以啊 別奶別奶 別奶別奶 欸這邊M1 兄弟好像還可以啊 別奶別奶別奶 你說他不厲害 他就散殺 你他媽的時候他厲害他就死一你看 到底你不厲害 剛說他菜好吧 他就是點心了好不好 來回打你臉 你說他菜他就虎一波 你聽著我們直播再打吧 好痛我操 又來了又來了 追蹤 追賽九千分 追賽九千分這波不能買 真他媽出了大根這個M1 他真他媽出了大根 還沒有錢買活關鍵事 他應該不會賣相位吧 我移速呀 青秋山後人怎麼可能賣相位 魔棒呀肯定是 挑戰賣了 他大根你帶上去吧 你看他15G的天賦 這不是奧成NEC魔棒雙倍回復嗎 這起碼也是個500塊錢的東西 你媽40分鐘了呀 40分鐘魔棒也賣了呀 500塊錢的貨 500跟1000多比的話 要1000多的沒毛病 這個500的道具 可以加500的血 等於說就是 變成1000的道具了嘛 發了個倍嘛 他不要全屬性不要加屬性 你要想15G的天賦 巫族都沒有他要了青秋山後人 他肯定就不要全屬性了 他就要跑得快 NEC的天賦是他媽有點扯淡 NEC的20G的天賦 真是他媽的噁心 10%的魔靠是誰設計的 5%的技能真巧啊 25G的不噁心嗎 25G其實我覺得右邊的還行 加屍白血還行 25G還行 20G是真蛇 我覺得NEC應該這麼加點 力量全屬性魔抗生命 他哪怕是20G天賦加個護甲 或者25G的天賦加個護甲也可以啊 這個英雄 你加個什麼10G的護甲也可以啊 好蛇 20G的技能好蛇 這邊電棍 下一件是在做林肯 估計算 上一波被NEC打死了 上個閒手嘛 讓他要開BKB的防衣世界 防衣世界的翅膀 我感覺 死法大 抵破他林肯他直接就頂BKB了 對 A仗NEC25秒一個大 天賦下塔 好嗨 打球可以大兩顆 老闆 拒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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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出生了 躺 阿仗NEC 我都送完了 我有呀,我送了好多哦兄弟 我跟你说,你那场子都领了,应该送不完好多 我把我的金钩,金披风,好吧,全送了 我自己一个都没 还没开 来了 这波开雾 这边有阵眼 要直接跳走 踏走 再打干杯 干杯上 来,这次我穿出船 有船有 干杯有点肉,没秒 这一波我还要打得亮 没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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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没啥,没啥,没啥 两条命,两条命 船长不要进 有船有的干杯,是否他们要打 不是,他们既然要打干杯,为什么不出一把大银刀 还一个牙 没有大银刀要打干杯,是不是 既然要打干杯,为什么要不出一个大银刀 有大银刀,干嘛呀 关键,那个位置有一个针眼 看到了 而且第一时间钢杯给了自己套了一个莲花 你就杀不了了 波波团在秒钢杯,没有不出大银刀 我真的想问一句 你真的确定吗 这一波破路了呀,没必买不活 而且这个因C在出大根 我也不知道干嘛用的这个道具 这个时候 诶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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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滴血 没有,没有滴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别慌了 别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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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慌了 巨魔买不活呀,五十多秒,时间好长啊 老哥,你送了呀 不会破两 还好,还好,有大塔有大塔 他们不但买活去打到那个地方 我感觉这一路是存送的 火锅,火锅 好吧,再拔个火锅 火锅,不拆了 火锅为什么不拆了呀,钱呀 王呀 打锅呀,锅也是钱呀 四十秒巨魔的 三十秒巨魔不拆了 锅也不打 那就过分了呀,锅都不拆了 三十秒巨魔打个锅真的不过分 因为电魂也不能买,他怕 这个远程冰是可以摸了的呀 是钱呀,但不是钱了 都是钱 这个奶给钢备了 他们不会以为这个钢备真的会死吧 下一波对面还会秒钢备吗 有大营大力,有大营大力 有大营大力,兄弟 再刷 刷一百块,刷一千块 如果下一波还秒钢备,这个奶应该是吃不出来的 吃不出来的,有AC大 如果吃得出来说明他死不了 对,吃得出来说明他死不了 他要死,奶是没用的 奶还会去了,说我没用 兄弟,拿奶这么用 现在NECA帐他是不是可以买货了 可以买货 阿拉打到后期也不厉害了呀 是啊,所以NEC很久没人想了 现在NEC就是这个改动让他变得没那么点了 以前除了A帐,打到中后期 一波打你买不活一百秒 不够霸倒 以前的A帐绝对比现在的A帐厉害 以前还加伤害的 一波团可以杀两个人 以前我记得一级大就让你加30秒复活时间 而且以前A帐的 是兄弟当时1.2 1.2还是1.2 竟然是0.9 弱了好多 主要是不能买活 这个东西你妈把它削了 这个英雄就没什么特色了呀 后期打的就是买活呀 这个老干爹还是现在战绩比较好 打的比较随意 NEC应该打的不多 他就这个英雄做了个T了嘛 幽魂护照 而且我始终觉得NEC这个英雄 冰甲这个道具对于他来说非常关键 他的甲太低了,确实 所以说 他很需要冰甲这个道具 他的天赋来个加甲的也可以的 那就有点厉害了 所以说这个英雄出纷争呀呀 分针加甲是吧 一般分针没肯都要出一个嘛 加甲的 很好用的 对于他的大刀加成来说很好 有分针NEC大刀基本上秒半血 半血一下 刺激大根 不更新 留钱买活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的 幻象悬浮 他没留钱买活 他这个剪把狼买活 这个M1的割是跑不掉的呀 要是输了 我感觉没B也有点过呀 他这个大引刀太跟的 咋就要跟了 对 他B也眼都出来了 他还没出大引刀 他记得咯咯要秒钢贝 这个大引刀就很关键 我是觉得吧 他们就算把钢贝秒了 船长还是打不过 打得过 巨魔这个25G 秒了就好说秒了 秒了秒了秒了 秒刚被秒了能打 巨魔这个天赋是不是有点激了呀 巨魔的天赋 25G的什么呀 25G的有点蠢 很蠢呀 连25G的天赋都是神天赋 你妈像他这种天赋就废了 诶这边开悟 诶这边开悟 诶 秒到了船长 这就很关键了呀 我操没秒 没船长没有了 大招没秒掉 巨魔船长对面可以接受呀 这一波 他大船长为什么不加个大根上去呀 加个大根就让船长多毒30秒 加30秒了呀 对呀 这100秒了 防尘迷 而且买不活子兄弟 他大根CD又快的 不用省了 跟他的大招都是25秒CD 刚好一套 大家大根 刚被这套出装 其实看上去也挺个硬的 没灰药好吧 先锋 他留满活就可以了 他现在应该是出灰药了吧 我觉得 帕克 帕克对面是跟着装飞鞋 这个刚被他其实要被天堂之急来打巨魔 天堂是空杀出了 他没有格子出天堂了 他可以把那个拆了好吧 把那个大拆了 不能吃天堂了呀 吃天堂废了这英雄 出天堂太没梦想了 再来个灰药了 他可能觉得这一把对面就巨魔一个物理 我觉得他也没脱落啊 他现在这个装备 2200血 我独风中一批 有点慌好吧 一批 双倍打击 批 诶 这边发信号了 诶 老 这边帕克好秀的 他只要装备够好 现在一homek 他们只要留买活 三大哥留买活就可以了 装备的小剑太多了 他不露了 帕克压力 帕克压力现在有25G 好吧就起飞了 帕克等一个25呀 他就起飞了呀 好 还好远还差3G 装备再做BKB 没笔已经拉满了 这个装备 主要是 空脸换一下 有了BKB的话 还是怪怪的 天分队可以不要的 天分队没有的 现在大宝石 我感觉一homek 这边要带宝石 诶 又来了又来了 诶 团长 又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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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兄弟 对波加的大根 几秒 90秒 不接了 双架又被秒 没有团长 没有团长 直接把贝破了 直接把贝破了 把贝破了就不用了 跑 跑跑跑跑 老根爹打得聪明啊 他每一波都能找到 敌方的后排英雄 贴得好呀 找到船长这种英雄 那这一波 我看一下 船长好像不能买活 这一波是老半天的机会 带走了 钢杯要买啊 不买没了 钢杯要买 不买的话 路没了 这边NCC 买了手机 买了手机 没船油 怎么好像打不过呀 西波西到了 不过这一波 没病 没有皮可病 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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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火火 走了老根爹 天空不对 但是怕被敢追 他们不敢追 不敢追 手住了 没火过觉得钢杯死了 我感觉 两个控死了 钢杯也不肉呀 我发现 火锅把他救了 被大引刀打了 肯定就不肉了呀 一是大引刀 二是没穿油 没病 不走 还要来 这钢杯怎么回家了呀 没病还比个B的 有塔房 不攻 塔房一开 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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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走了 这要把你 拉满 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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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没秒掉 帕克 要秒康 帕克空血没死 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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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帕克空血也是没有死 来一个戳 没有戳到全能 全能 全能 有奶了 吃个隐身 撤 撤 杀了一个没病 这边肉三爽了 对于 EHOMEK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那这样的话EHOMEK这边打盾要上高了呀 第二路了 能不能二路还不好说现在 这个盾应该是给钢杯 是吧 钢杯带盾电棍带来 还真是 按钢 tre 要ając 马上 早点 可以给那锯摩套一个莲花呀 drie 弹 第二支上高的时候给全能 给那个巨摩套一个莲花 不就破路了吗 巨魔只要被电棍抽空就打不了了 有莲花的呀不是没有的呀 是要给巨魔一个莲花 第二波第一波看不清楚 第二波反正没必在那里等了好久 上这个时候放个莲花 关键现在没必他基本都是就是 看BKB或者说20秒满活交不交 不交应该是要破路 不想交呀是5秒了兄弟 放一路放一路 放两路都不好打了 没没B这边打不起来呀 好难受这十几秒 这9秒了这交不了了呀 这都没了 这5秒不可能 割了只能割了这路肯定是没了 这个时间差卡的好呀以后我们可以 来这边想留人 船长水船 打不了了水上空了 撤了呀 还不放 这边追啊也要追 好快 来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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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我兄弟们 这一波肯定卖了 船长肯定说卖他,他能买 买活的,船长 这波以后我们可以赚了呀 肯定赚了呀,他死一个加油,肯定赚呀 我觉得梅币可以买,其实走一路 他怕买了,死了之后就寄 买了,如果死了就寄了,老干爹是这样想的 这一波就算梅币买活不一定打得贵 对面带盾弹来 他会有人发现吗? 梅币是老干爹这边唯一战力 NEC就是个解漏的 NEC他就一个大,他现在就一个大的战斗力 买了不好说好吧,买了如果被人打死了就直接没了 所以他们不确定买了,能不能打过呀 两路,破两路 钢贝抗准了,老干爹 船长60秒 有盾的钢贝蛮讨厌的呀 船长都不想交买 我感觉要打好吧,老干爹 船长不想买 钢贝说你别买,我来看 这钢贝是要捶那个 识人魔之斧不会真出天堂吧 他出BKB吧 应该是BKB 天堂顶不住 天堂不可能再60分钟射斧的 感觉这一波 就钢贝只要敢下高地好吧 就把他盾子给捶了 两兵钢贝 哎呦这一波 没没没,不能捶钢贝不能捶 阿托斯 然后把他盾倒了呀 林肯 全部跑到红光加蓝光你捶他 这这么大呀 打我呀 打不了 打我拿就没办法 林肯加莲花了 确实 打不了呀 打不了 这把狼哥等级有点低啊 还没25 我记得昨天是CTY的帕克 好像34分钟就25分钟了 23分钟了 25分钟了 7000块钱 他虽然说等级没到 我觉得他点左边帅了吧 他钱够多了 还是点右边 点左边其实没什么乱用 这个版本帕克点左边的 我只能说两个字看不懂 只有S4好吧 S4是点左边的 S4跟奇葩 S4点左边拿了冠军呀 没什么问题啊 这也是点左边的好吧 他不要钱他拨的快 不是呀他点左边 他是意识到这一把的持续时间 不会在10分钟以后 是吧 10分钟以内结束这一把游戏 他点左边肯定就值了 10分钟4200我操 差的太远了 每10分钟多一个大剑 每10分钟多一个大剑 前四爷不差钱 差钱啊有钱啊 话又说回来了 前四爷确实不差钱 这边发现一条弹幕 龙神龙神 剑拿也是去左边的 天灰下塔 那应该都是那种 暗风哥说的那种 很快结束了 剑拿也不差钱啊老板 其实我觉得 这把帕克可以点左边 因为马上要推了呀 就一条路了 来 杠贝 杠贝 还有这杠贝 他的挑战要开啊 可以挡好多血了 杠贝被破了 杠贝射魔 杠贝射魔 小兵女 杠贝射的血量 上限太少了 兵女没死 杠贝没东西回复 好像要撤了 没不了 没不了 阿托斯 莱恩 一个撮 哈克 杠贝射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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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删贝射魔 开启了二级的三双目 海湖 海湖 要走了 一虹开要走了 還有个船 还有个船 有个船 有个船 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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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寶石 这波是真走了 这波是真走了 又是个多 哎呀 刚杯 三秒刚杯 懒吃出来啊 不要刚杯啊 这边老师夜吃个奶啊 抓着刚杯一顿来啊 哎呦 没必要被闯了啊 又是一个奶了吗 变回一个来 对 两个啦 这边吃两个啦 双蓝全吃 真没技能了啊 一五K 参长 要等BKP 要等这边 参长他刚被蓝了 可以打这一波 不走 还要打 还要打 电锯马上有BKP了 但是空卡没磨了呀 没磨 买芒果 没事 刚被给他带小蓝和芒果 带小蓝芒果 带小蓝芒果 这就带回去 他这个补给不缺呀 可以运输呀 芒果呢 芒果不吃一个 这么省 够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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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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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够了 有团长肯定是不缺补给的 这一波 刚杯兽 再出天堂啊 刚杯真的再出天堂呀 不过 表刚杯 卫果没太大 船尤 出来 kn 灰魂 都没虚 都没虚 C Jesús 冰虫 冰虫 冰虫要死 迈活 坎坊一开 威光好吧 威光真的玩客人系这个大哥 来人怎么控制 给他威光 给他威光 没必 没必 还在打人 还在打人 不教学 不教学 又买活 不接了呀 哪个爹 这种屌牙一红不黑 青秋三 看盘住两个 没必 被晕了 25就天赋点到左边 你信吗 他好妖啊 他就是妖好吧 他第一波被秒多400血不一定会死的 他四个天赋让我来玩的话 全部都跟我反的来 我怎么结束嘛 呃 第一个是正常的 加40点攻击力 第一个 他跟我全反了 我操 我第一个是加40点攻的 以后我们可以还可以的呀 只是他们之前 之前那几把 他们被一击翻的那一把 太可惜了 实力还是有的 这一个队 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说他们要是不被翻两把 他们现在全胜 说出来 你可恶不吸引AC 打了48000的输出 没看错吧 那个烫 应该那个烫也烫了多少血 哦 光环是吧 对 趁输出也要光环 而且大招输出也高 这里有一场IGV和VG的比赛 快结束了 进去看一下 稍作休息 好吧 所有们 老干爹又是输了一把 所以说这个中